要摸一下 鼻痛 你甚至在旁邊擺POSE對不對 對對對 耳朵痛 頭痛 牙齒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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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嚨痛 哈囉大家好我是希希 你是否也有恨自己不夠美麗的困擾呢 我有 大家是不是很久沒看到希希被修理了 我今天來到一個地方 要來修理自己了 被虐型YouTuber 我相信大家 不管是男生女生 可能都會對自己的外在有一點點 就是希望他變得更好 但是又會很害怕就是醫美對不對 我在網路上最近就有查到一間 中醫醫美喔 我覺得很特別耶 因為想說中醫 應該是對身體比較 比較OK的 應該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那我就聯絡了這邊的醫師 然後他們也很歡迎我們來拍攝體驗 那我就來記錄一下 而且是 針灸喔 針灸喔 各位同學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 GO 神醫師你好 嗨好希希好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你的姓名 嗨 喔 原來他還記得還有秀名號 那我今天要怎麼做這個體驗呢 最主要是要看你覺得自己哪裡需要改善 我喔 我覺得我 很完美 沒有啦 沒有啦 我也是這麼覺得 那妳來幹嘛 好 三位 對 我覺得我的臉有很多那個 瑕疵耶 嗯 對 像是我有那個淚溝啊 法令紋啊 嗯 然後感覺年紀到了 就是肉好像開始垮下來 現在年紀是有多大 哈哈哈 醫生你覺得我 我這樣子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的 其實法令本來就是每個人都會有一些 嗯 那笑起來本來就是有一些溫度 你笑起來都沒有溫度很怪 像內心人 所以一定會有一點 但是我們不要讓那個網路壓出來 因為像我又很愛笑 好 這是超級難避免的耶 所以我們就是維持你皮膚底下肌肉彈性 只要這個肌肉彈性存在 那當然你在衰老過程就會比較緩慢 中醫針灸跟西醫最大的差別是在 中醫的針灸它一樣 它也是治療內外復合科的問題 包括在臉部的調整也都是一樣 嗯 只是說我們中醫是用針灸去刺激到你底下的 自然的組織恢復功能 嗯 而不是我再填進去什麼 再打進去什麼 喔 或是做手術去處理 所以它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的介入的方式不同 筋肉啦 肌肉啦 筋膜啦 韌帶啦 脂肪隔肩啦 包括軟組織 結底組織 我們都去做一個恢復功能的一個刺激 醫生在說什麼 對就是我今天體驗那個美顏針 嗯 嗯 所以我們大概會去做一點調整 就是把我們的這個 呃 筋線 修得稍微一點 對 稍微拉前一點 對 可以稍微拉前一點 稍微拉前一點 對 稍微拉前一點 可以拉前一點 可以拉前一點 對 對 可以拉前一點 回復到你幾年前的狀態 那你就有幾年前的樣子 最常會有患者來說 可能七十幾歲啦 阿姨來說 我要小V臉 我要做成跟18歲一樣 對 你怎麼把我做成像圓臉 我說 那你把18歲照片給我看 是不是圓臉 那有沒有恢復年輕 是不是 所以做這個的話 主要是可以恢復你 比如說比較年輕的樣子 對 而不是讓你變得像 不是把你從 酒硬變靈智裡 變另外一個人 所以就是比較年輕的狀態的 所以是真的就是走一個 比較自然的感覺 對 只是它是一條 比較快的女 因為用針灸去接入 所以它這一條 會復的速度 是要快一些 好 了解 好 那我們就 開始吧 緊張嗎 A little 我這樣子 這樣子躺著拍 好像比較拉提對不對 以前有 我有被刺過腰 然後就是 我去看了什麼推拿 去看洗衣 都覺得沒什麼用 可是 可是被針灸 針一下就好很多耶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我還滿期待 那個臉的效果的 我們先量 你左邊 目測是左邊比較大 真的假的 左邊大概是11公分 你這邊是10.5 差一點點而已啦 所以 所以一般人看不出來 對 但逃不過我的髮眼 包括左右兩邊的眼尾到嘴角 這邊大概是10公分 這邊的話 大概9.5左右 這個免針 它是怎麼做 我們去針灸之後 可以把一些 比較緊繃的肌肉放鬆 比較沒有彈性的肌肉 讓它跳出彈性 所以其實是越早做越好嗎 所有的事情都是越早開始越好 好 趕快訂閱CC的YouTube 好 我們下第一針喔 有感覺嗎 我已經下了 一點點 我以前有被針灸過腰耶 好 好 那不是就很痠 就我忘記什麼感覺了 其實是有一點Fu的 有點像被 就痠 被鉛筆戳一下的感覺 痠痠的這樣 但是因為這個針很細 它比你頭髮還行 你頭髮大概是0.15mm 這大概0.12mm 等一下還有更細的 0.10mm 已經接近蚊子搖了 蚊子的那個口氣 蚊子的口氣 有 有 有 怎麼感覺 那邊比較痛耶 這個地方嗎 好 現在呢 還是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 這個地方太緊 所以大概會比較酸 酸一點 我們 這個地方是一定要放開 放開的目的是讓你整個臉變得比較柔和 開始流汗了嗎 你會怕針嗎 還好 啊 感覺有同學在惡作劇 對 在拔你頭髮的感覺 你怎麼要紮幾針 沒有 你大概要紮100針 你覺得紮幾針啊 我應該紮個50針吧 我已經紮了非常多針了 真的嗎 我現在幾針了 沒有數 我算一下 大概有10幾針了吧 那這樣跟我年紀差不多 那真的 太會說了 這個球面出來了 這邊還沒紮的地方 它是一個比較有一個角度的 可是已經紮的地方 它已經出現了一個弧形 是的 那包括說我們這一條線這樣下去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角度的 可是這裡是變成一條線 跟這條線稍微的凹線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再來我們的眼尾 這邊的眼尾是比較高的 只要紮完身之後 你的肌肉只要一跳出彈性 它就會整個往上頂 你的蘋果肌就出來了 哇 蘋果肌 接下來我會做一個臉型的調整 這個比較酸 接下來我會處理一下你的誰幫助 我的嘴邊肉 對 是啊 它其實紮的地方是肉的邊緣 所以不太是直接去吃雞肉 我們是走邊邊 所以它的刺激感是最小的 但是它會可以達到最大的效益 這個比較刺 這個是調你的法令紋 那一定要刺多刺一點 對啊 調到法令紋 從我這邊看那個針真的很細 對啊 它就跟頭髮一樣細 看起來比頭髮很細 對 月初的針對於肌肉產生的那種刺激強度很強 所以它會18省 肌肉反而18省 18省之後你的皮膚反而會往下垂 所以我們還是會希望說給 民眾知道說其實它這個針是很細的 它對臉的那種刺激感 它有點刺刺的 那如果你皮膚比較嫩的人 你可能會擔心這個刺感 可是這個刺感就是那一下下 所以還有兩針 等一下來數一下要幾針 大概60針左右了 八針的時候有一些地方會一點點痠 這大部分不太有感覺 有些地方有點痠 剛剛是11 對 剛剛是11 現在10點5 就跟右邊一樣 哇 做完了體驗了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西西只有做半連 但是非常的有感覺 我現在覺得我整個人是歪的 臉就是這邊是提上去的 對 然後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我今天完全沒有做什麼任何拉提的動作 然後就有這種效果喔 有沒有 就是膨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還滿厲害的 那我這邊想問一下沈醫師 就是為什麼你會想要推廣中醫的針灸呢 因為這套針灸從治療開始 一直到後期的我們來做臉部的一些 不平衡的一些調整 我覺得這麼好的技術應該讓很多的醫生去學習 然後讓更多的患者端去享受到這樣的一個 優質的技術 新創的技術是可以讓大家去熟練啊 甚至我們站在學會的立場 讓每一個醫生有一定的程度 規格 標準 那病人可以受益 讓大家都可以受益這樣 是的 是的 對 那我們在想要做這個之前 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嗎 就是譬如說你有在吃抗凝血劑啦 Q10啦 或者是魚油啊 紅花啦 然後有人喜歡泡紅花嘛 那有可能會在我們拔針的時候 你的小學術會稍微多一點 所以要跟我們講 對…那我們會去做一個 我們比較小心的去處理那個這個 拔針的時候的針口 好 我想再問一個問 是如果有做醫美的話 還可以來做嗎 可以 但是可能要先跟我說 你做了什麼樣的醫美 有一些 我們會有一些器具會去detect一下 你的皮膚底下的狀態 那譬如說我們用手去摸 大概知道做了什麼 但是你還是要說一下 因為它畢竟你放的東西進去 譬如說你打了filler啦 打了什麼 那個層次會改變 所以我們針刺放的地方 可能會稍稍不一樣 喔 了解 為了達到你的效果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知道 你那個什麼 對 有任何的事情 都一定要先跟醫師講這樣 才能針對每個人不同的狀況 去做調整 是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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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把資訊放在下面 大家就自己去問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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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